释迦摩尼佛的父亲进饭王 要在吴比丘去陪着释迦摩尼佛 随时在侧 伺候她 保护她 五个人后来都跑掉了 都跑到鹿野院去了 后面三个人 释迦摩尼佛他修苦行 接受牧羊女供养 正常的饮食 洗澡 在河水里洗澡 他说我跟你苦行 你竟然接受牧羊女的乳迷 就是养奶吸饭 也离弃她 你看是不是很没道理 对修行是要行 不苦不乐的忠道 发现自己的修行错误 要调整 不断地调整 越来越靠近真理 那就是修行 多了四十二章经 你会发现 修行不在乎 它的外向和方法如何 而是在于你的心 有没有越来越靠近菩提正觉 你有没有越来越靠近 到最后会互相融合 会体现 会相应 所以当释迦牟尼佛发现 他的修行错误 这样的苦行 连身体都快要死掉了 他喝露水 日食 一麻一麦 每天吃一颗麻子 一颗麦子 头上都是鸟大便 因为他在那边禅修 都叠起来 那个鸟大便 到最后就算死了 也不会正道 后来就接受供养 结果都离弃了 所以这个就是 人世间 有很多事情 无名的时候 做出的事情 都让人感叹 不 乔成如 等五人而正道国 富有比丘 所说诸仪 求佛尽职 世尊教赤 以以开悟 学佛修行的人 如果你的心 在佛法的真理正道上面 你学很多 背很多 每天拜 每天念 功课很多 请问你 你内心有没有觉悟 你懂不懂 什么是真实的自信 你要越来越靠近 这个实相 才是你的目的 你要问自己 有没有在修行 有没有精进 有没有越来越靠近 实相 这个才是你修行的 核心价值